北市瑞芳今天上午有8名的潛水客 由教練帶領參加了水費潛水活動 當中一名38歲的黃姓男子下水之後 疑似是氣瓶不足不慎溺水 被救起時沒有意識 送醫抢救還是宣告不治 海巡人員直接在椒岩上急救 因為男子溺水已經沒了意識 好幾人拉著長背板 但地形崎嶇要同步前進可不容易 一群民眾早已在一旁 準備接手 費了好一番功夫 才把人抬上堤防 溺水男子身上還穿著潛水衣和止滑鞋 9號早上9點多 這名38歲黃姓男子和7名潛水同好 在新北瑞芳南亞奇岩附近水域 參加水費潛水活動 並由兩名教練帶領下海 過程中男子疑似氣瓶不足 雖然教練有指示他先行上岸 但還是不慎溺水 被教練救起時已經沒有意識 我到達現場 經由民眾在岸上施作CPR 教練員到場之後接手 以長背板將其搬運到岸上 送往瑞芳慌工醫院 遺憾的是男子被送往醫院 仍宣告不治 至於帶隊教練是否有疏失 警方還要在調查釐清 記者蔡志恆 新北報導 改變 蔡愷